在爭取香港的民主這條路上 有人林鄭退縮 有人堅持到底 有人採取一些激進的方法 有人繼續溫吞睡 這是很自然的事 問題就是說 喂 你不要在這裡抽我後腿 你可以做你的 我做我的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既然你10月3號民主黨 通過一個會員大會 否決了參加這個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這個運動 對吧 你也講了理由 為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好了 你也不讓 你的政黨也不會去為這個 補選 你的所謂補選 去做一些所謂的站台 其實這是很詭異的一件事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現在在談協調 協調就是民主派各個黨派 要就那個選舉 要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就是說有些位置 只能夠一個民主派的人去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我們分駁了選票 就會益了建制派 所以這些位置 大家要講數 要協調 好了 如果協調了的位置出來 所有民主派的人 都要為這個人去助選 甚至簽一些同意書 支持的同意書 現在我們辭職再參加補選 去達成一個變相公投 民主黨是不會簽任何這些所謂同意書的 換言之 我可以和你2011反台 我都一樣可以 大哥 不參加這個區議會的協調 說說真的 對不對 是不是 道理很簡單 是不是很詭異呢 大家同一個陣型 我們去補選 理論上我們支持民主派的人參加補選 但是你不簽同意書的 就是說不可以有你民主黨的人的名字 基本上是 你明白嗎 在選舉的規定裏面 我們要簽同意書 某人支持我 我要簽同意書的 你民主黨不會簽的 你明白嗎 現在變成這樣 你不會簽的意思 你將我們和民建聯 或者我的對手 是同等看待的 所以我是沒有必要和你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協調的 理論上是 對嗎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都不明白他們在想什麼 假戲都不會做一場 好了 這樣也不要緊 你現在要搞破壞 你司徒說昨天又在發炮 發炮 你其他人借頭借路又在發炮 你盧子健不是民主黨的 你馮偉光不是民主黨的 你徐漢光不是民主黨的 然後寫完那篇文後面加句 因為本文並不代表民主黨的意見 哈哈 大哥 不要玩啊 媽媽 我寫一篇文又不代表黃毓民意見 黃毓民不代表社民意見 師徒說不代表民主黨 所以 去到這個地步 還有什麼說話可以說 沒有話可以說 所以民主黨領導了香港民主運動 二十年這麼不堪就是這樣 是不是 即是這樣的一個胸襟 這樣的一個政治智慧 這樣的一個見識 去處理一個政治現象 和一個政治問題 老實說 如果這件事是好像你們說的那麼簡單 你不用搞到要開這麼多次會 也不用搞到要開會員大會 也不用搞到一個老鬼走出來 要鎮住那個大局 是不是 擺明這件事 就是香港整個民主運動 一個很重要的轉捏點 擺明現在我們這個提議 就是香港整個民主運動發展歷史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頁 你看現在共產黨怎麼看這個所謂五區公投 你就知道了 很多年沒試過 我記憶裡面 在過去那麼多次政治爭議裡面 包括這個二十三條爭論裡面 親中陣營可以找四份大的報紙 全版廣告 來論述 一個政治觀點 來攻擊一班民主派的人士 過去那麼多年都好笑 最近才有消息 你沒有看到嗎 共產黨約民主黨上北京 現在何俊仁說拒絕 免得讓他們放毒戰 這個很多年前都肆虐 不是啊 最近這次啊 為了五區公投他們反對 要表揚他們 所以請他們回大陸 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不是空月來風來的 大舊 我現在告訴你 必然有了 這個都預料了 就算報紙不登 你都預料了這些情況 會出現的 你看看那天《頓報》寫的一篇 你會看到了 這些會點是 數了些人出來 鄭家富、李華明 現在是黃誠志三個 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都是會點的 跟著他中常委 馮偉剛寫文來批判五區公投那個人 做公關的那個人 是吧 另外就這個王偉賢 迪志遠 是吧 盧子健 是吧 去了行會的 近時那個民主黨副主席 張炳良 全部都是啊 還有最近出手很狠毒的 劉乃強 也是會點的 你整個會點化的 民主黨的 但是很不堪就是 你華叔這些都跟著他們 共產黨在香港 即是部署幾十年 挺厲害的 那華叔是不是呢 華叔 華叔以前是共產黨 以前 他大哥不是共產黨 他弟弟還是大哥不是共產黨 在新華社 他好像沒有入到 他沒有入到 但是他是親共的 一向都是 他是親共的 但是現在不是啦 支聯會才是他那個 但是你去到這個地步 你跟共產黨沒有分別 那些顯持用字 是吧 逃跑主義啊 刑左實右啊 說我們 全都是共產黨的用語 是吧 我要積極回應啊 他們既然拋出這個五區總辭 全民公權 八月一號我要積極回應 你看到啦 各個黨都有份的嘛 我開了名單 即是要代表各個黨都要參與嘛 是不是 那就引起討論 這個就是 大家要記得 我當初是怎麼說啊 我當初是說 各個黨都有份嘛 那張名單就是 那幫主 今晚平安夜呢 就給愛明說一些 開心說話 普天同慶啊 普天同慶啊 即是不要慶 就是比辣雞更慶 剛才好像李法蘭甲 那給我愛明說一些開心的事 普天同慶 開心開心開心 愛明 怎樣啊 講得開心 就幫他開心一下 你今晚這樣跟他說 都不懂怎麼回答你 我不是 我聲音 我聲音 怎麼會不懂呢 有急才 沒有急才 怎麼可以坐在這間房間 你見到這兩個阿伯 你有什麼感想 今天你坐在這兩個阿伯旁邊 兩個阿伯都還是這麼好火 你用一個 這麼溫柔的女士 你不要抹黑了我對我偶像的傾慕 你這樣形容兩個阿伯 兩個都是阿伯 這個是社民連阿伯 社民連阿伯 這樣吧 輕鬆一點的 今晚平安夜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們以往的聖誕平安夜 是怎麼浪漫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最浪漫的聖誕是甚麼時候 這個你真的要問大舅 兩個都問 慢慢來 大舅在加拿大這麼多年 找這麼多鬼妹 過這麼多平安夜 我聖誕是最慘的 因為我當時做餐館也好 做兼職也好 差不多聖誕和三十一號晚 一月一號都是要上班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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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